主席 主席 行政院成院長 各位媒體記者 早安 我想 馬總統上任 黃金十年即將展開 但是 看到最近的 社會的種種 以及幾個委員的發言 發現 行政團隊 不但要快一點 而且要積極一點 趕快要硬起來 在 食品安全的部分 在這個物價高漲的部分 我們現在面對國際石油 可能會漲到 一百三十五或是 漲到一百五十塊以上 怎麼樣來因應啊 我想這個都必須要為與籌謀 拿出方法 那麼也看到在這個談判之中 今天早上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說 有拿十年前的這個 這個經濟的一個背景資料 來做對美的談判 這個實在是匪夷所思啊 那還有種種的這些問題啊 所謂的這個財政健全小組也是 在這裡呼籲啊 在經濟還沒有很穩定的時候啊 不要讓老百姓 覺得新政府又這個 繼續連任要執政 一上台以後就是 稅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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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 這個中華民國萬萬稅 本習以為啊 應該整個經濟的發展啊 在全世界的國際的經濟 也不是很穩定 起碼的穩定了以後 或者把市場 把柄做大了以後 這個再來 逐步來推啦 這個社會的財富的均衡 平均 這個整個 和諧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所追求的 但是我覺得啊 這個部分一定要啊 穩步踏實的來做 可能會 比較會有成果 那我今天最主要講的是 打造優質網路環境 讓台灣連結國際喔 我想 長期以來啊 我們發現 這個民怨排名前十名啊 大概就是啊 整個上網的問題 這個上網歸宿 還有費率的問題啊 錢付了很多 這個跟 台灣附近的幾個國家比起來啊 我們的費用很高 費率很高 但是啊 上網的品質啊 民眾的感受啊 是啊 怨聲載道 那前幾天啊 行政院的張善政政委員 有喊出啊 中華電少賺5%到10%的營收利潤 可以化解90%的民怨 這個為什麼不做呢 就趕快做啊 何樂而不為 那大家也知道 中華電信每年都賺 大概EPS賺5塊 5塊多 這個給財團 給民間企業賺那麼多錢 為什麼不回饋 沒有 可以 有了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可以 可以 谢谢大家